那么这一次中共的18届三中全会除了决定所谓的改革议题之外 会后也决定了新的人事布局 其中发布的公告中就明确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对地方政府还有中央各部委的监控权 也就是变相的控制了中共官员的任命权 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已经基本上确定是由中共党会习近平来亲自挂帅担任组长 另一个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外界认为将会由中共总理李克强兼任组长一职 这样王岐山习近平还有李克强构成的铁三角在中国社会就公开亮相了 那么中南海这三权结盟画出新的权力版图 与前党会江泽民集团的搏击也已经展开 中共三中全会后 习近平阵营凭借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改革小组 企图瓦解前党魁江泽民集团的政法委势力 同时三中全会公告最显著的特点在于突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权力 王岐山一年来在反腐中手段强硬 这次公告明确宣布了他的监察地位 各级纪委被要求加强同级别党委 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 而且推动纪委的双重领导 王岐山做大中纪委书记 为总理李克强开路 习近平则以军权作后盾 习近平在上任近一年后 在三中全会上彻底打破惯例 对江泽民阵营下手破局 习与前任总书记胡锦涛联手 第一次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巩固自己的权力 削弱政法委的实权 同时三中全会废除了劳教制度 出台的各类政策 使得江派的利益进一步被挤压 习近平想做一些在自己的任期 想做一些事情的话 他一定要清除江派在政法委的势力 不打老虎也是越生再到 在新的结盟之后呢 还是以保党为主 搞经济为辅 搞经济只是一个幌子 保党是他的目的 在这个幌子下来达到他的目的 所以我相信他对江的人脉 进行顺我者唱 逆我者亡 这也是共产党党的当中的一贯的错法 由于中共坚持一党专政 政治改革呢 称为中共的禁忌 没有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体制下的 经济改革呢 是不可能成功的 另外中国的国家重要的行业 早已被以江泽民为代表的 江家帮太子党所瓜分和垄断 改革呢 将会触动这些积德利益集团的利益 所以李克强的经济改革措施呢 就要由中共党内的加法来实现 三中全会前 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中石油的心腹 纷纷落马或被调查 包括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民 及中石油系统四位实权高管 王永春 李华林 阮心泉和王道复 中共在三中全会上呢 正竭力用所谓深化改革 加强市场经济 放权让利等表面动听的词汇呢 来粉饰太平 掩盖危机 中共目前所采取的关于司法及劳教所 土地政策 国企 银行 国家文化安全等一切措施背后呢 都涉及政权黑洞 这些领域呢 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中共呢 是为了挽救随时出现的政权垮台 而采取的这些措施 这次中共的三中全会 设立了由习理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和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不仅涉及经济还涉及军队司法党舰等所谓五位一体的改革 因此也掌控了中共党政军警和经济大权 中共出现了近20年里前所未有的极权